来到第二天的大阪之旅 我们来到黑门市场 来到黑门市场 当然要试一下拖萝 当然要逛逛黑门市场里的 水果店和超级市场 我还在买到上一次 在东京都买不到的 New York Perfect Cheese 还会介绍扭蛋超级连锁店 Gansol Coco 去完黑门市场 顺路当然要去日本桥 去找一些中府玩具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套卡在四年之间 升值了17万Yen 一起开始大阪狂奔之旅啦 大阪那边 我是Wikta 我在大阪那几天天气都挺好的 我今天就看到新闻 就说大阪那边 下雨下到 连铁路 下路卡都停满了 我都希望呢 我上一集介绍的巴士路线 可以帮到大家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最后是从巴士那边 离开机场 去回市区 一日之计在于神 所以今天起床吃个早餐 450Yen 一个 ham and egg salad 喝杯咀啡 如果你要喝其他就要加钱 大家逛街都会不停看到 其实今天的行程 是先去黑门市场 不过和家人一起 我就先安排个早餐 记住了 早餐man料是去到早上10点半的 这个是ham and egg 然后这个是赵小鸡 这个赵小鸡 不是早餐 不过他想吃就给他吃 然后就加了杯咖啡 这样的阵容呢 1110Yen 我住的酒店是位于四桥线西梅田站 10号出口就可以到的 所以其实去 杜顿挖 心齋桥其实是四个站 都挺方便 去兰波 坐四个站 我觉得这间酒店的location是不错的 在日本坐铁路都需要用到suka或pasmo卡 刚刚看新闻就说 因为芯片短缺 6月8号开始 就会停止发售这张卡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 可以留言问我 在南坡地铁出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间扭蛋店 那就忍不住进去看了一会儿 旁边的门 偷看过去 看看全部都是扭蛋 进去看看 其实我不是很好扭蛋 我喜欢去现时的买一套 因为有时候抽两三个 原来已经够钱买一套了 你看这个镇仔多开心 不买都兴奋 不扭都兴奋 有没有人喜欢miphy 这12部机都是miphy的 这个烧臭力很有趣 应该真的有一些烧臭的香珠在里面 这个很搞笑 是不是真的有人带的呢 告诉别人我已经结婚了 我想说是抽了 里面是没有了 这些梳化很漂亮 在这里抽很划算 500日圆 30元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鲸葱的习惯呢 这一条可以用来做鲸葱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它不是普通拳杖 它是一些周边的 比如那个帽子 那个扫把 还有那盆植物 那盆植物可以炆出来的 这个 试试抽 我想抽到什么呢 我主要想抽到盆植物 但我觉得应该 不会这么幸运 先收钱吧 红色 诶 我抽到那个 它有四分三月台 诶 很无聊 花了些钱 它的造工也挺不漂亮 来到黑门市场了 为什么要来黑门市场 每个人都说 很贵啊 游客区啊 其实贵点是正常的 我觉得你这么近一个市中心 还有我今天最主要 要去日本桥那边看玩具 黑门市场加日本桥 简直是非常方便的配搭 贵一点点 但其实它的东西是新鲜的 一看到这家吃河团的店 我就知道我到了这个 黑门市场 又不是很贵啊 1700日元也有一碟了 有几个人吃 报喜不几个人吃 想带走的有味淋鱼干 不几个人吃 来黑门市场 当然要吃吞拿鱼 今天我妈妈说她想尝试大拖鱼 选一块 然后她会帮你做刺身 做寿司 做当 吃头头尾尾永远是最划算的 对啊 3-5 不知大家在香港有没有吃开一些角切的寿司当饭 其實就是一些大舊的魚山裡面切到一些頭頭尾尾出來 我們兩個很慳家的女子今天決定了這樣吃 選擇真的很多 我們一走過之後又看到第二間是吃吞拿魚 很划算 最後我媽媽是堅持買這個1500日圓的南瓊吞拿魚 我覺得以牠肥的程度一定是大拖羅 我媽媽堅持要買 超恐怖 牠肥到這個時候好像肥膏一樣 試一下這些 你想試一下整口油嗎? 對 你下次可以不吃 你不吃一輩子都沒試過 我上次吃過整口油之後我怕了很久 那個叫什麼? 我肚子想給你吃 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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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吃過這些 我肥到我覺得我要喝茶 我要喝泡泥 很肥 我一開始是拒絕的 之後結束了 這個旅程 我媽媽最記得就是這個大拖羅 我覺得很值 其實我本身覺得中拖羅會比較好吃 但是吃過一次 你也會覺得印象真的很深刻 絕對值得一試 我發覺連我媽媽都不懂 這些叫赤身 油脂是最少的 然後呢 油脂越多 我們就叫中拖羅 最多最多 就叫大拖羅 剛才我們吃的那個 真的好厲害 整口油 但是這裡真的好新鮮 很好吃 我覺得可以來吃 沒吃過大拖羅 可以試一次 看看你能否接受那種程度 否則我覺得中拖羅 其實是最適中的 吃完生食 當然是去吃熟食 就選了這一間 因為來黑門 其實也是想試多些東西 那我們就逐樣逐樣選 每間試少少 因為家人又想吃鰻魚 又想吃牛 那我們就進來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嗯 很普通的鰻魚 真的好 可以啊 牛肉也可以 這一間我就覺得普普通通 拿點士多啤梨 你看 400日圓 有淡雪 有白色的 哇 明亮的 什麼都好 新鮮就好 我們買車來騎 車來騎這麼便宜 為什麼 真的好漂亮 100日圓 好便宜啊 我們來大阪找東京的手信 因為上次去東京買不到 這裡竟然有紐約芝士 我都很融族,每個人都說這個好吃 我就很想試 多少錢? 6...636元 100元一盒 有多少個? 我上次去東京我沒有買到 100元一盒只有8個 我只是買到 很晚我在黑門市場買了合大丸的紐約芝士 真的很懂得做生意 每個牌子的袋子都有 回去派手上的時候很方便 香港人很喜歡吃的腐皮咕咚 可能因為燒糧太好 他出了不同地方的味道 西日本、關西、東日本、北海道偏 好可愛 這裡可以直接賣食用的花 這些是金魚草 玫瑰 我剛才抽榴彈 沒有抽過金魚草的袋子 我明天買金魚草一定會後悔 記得走過小店都不好放過 我家人就在這裡買了一些蝦乾 回去煮黃芽白 去完黑門市場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現在就向著日本橋一路走下去 我們就會去到買玩具的地方 對,本來我是很喜歡買玩具的 不錯,Jungle也在這裡 我現在去到很厲害 我知道美術女戰士有一個貨櫃 不錯,Jungle也在這裡 我知道美術女戰士有個貨櫃 香港和日本都炒得很貴 我有一隻月野肚 我不會買出去的,珍藏 男生的動漫,我只喜歡火影 在日本,中古玩具真的有價有價 如果你家裡藏了什麼珍藏 不妨來這裡問一下 這間疫情後還在 它是格仔店 很多人會放自己的玩具出來 很有趣 有時候會撿到筍物 好笑我媽媽 跌斷了我的玩具 然後她來到這裡之後說 原來你的玩具這麼貴 你也知道吧 好笑我媽媽就是跌斷了這隻 名人 然後她現在說 哎呀,那是她 原來這麼值錢 看她還敢不敢跌斷我的玩具 你信不信這裡半季我也有 所以沒有東西買 我以為我儲工仔儲得多 儲卡才是我正職 我試過2018年的時候 在秋葉原買了一疊卡 那就是3萬日圓 然後我去年回到東京 看到那疊卡升到20萬日圓 好老實說 純粹是因為我喜歡這疊卡 沒有想著去做炒賣的 只不過她見證了一個 日本中古玩具市場的厲害 我會覺得呢 日本橋是比秋葉原更加集中的 因為就很簡單兩條街 你會覺得你走得完 但是秋葉原是走不完的 我第一次來日本橋 真的走了一天 因為我已經是第二三次來了 其實我對那些店舖大概都有認識 那花在這裡的時間 就相對可以比以前短一點 其實這間Mandoraki 本身是開在美國村的 我看到疫情之後 它就搬來日本橋 另外一間分店是在梅田 大阪就應該只有兩間 東京會比較多 真的很好賣的 希望我今天可以買到心頭好 認識日文的可以看看 我只看到二樓有美少女 經常有人問我 如果你去日本只可以走一間玩具店 我一定會回答它是Mandoraki 看這些Q太郎 Q太郎 以前我會畫的 他有畫 他有畫 你看這一隻三萬日圓 不知道還能不能穿 穿到的 它有寫著的狀態 OK 我很喜歡這隻公仔 其實這三隻狀態不錯 除了 尾巴比較軟 這幾隻大 中間那隻有蝴蝶的公仔 其實我買的時候 有盒子就是一千多元 現在我看它這裡 沒有盒子的 都已經去到一萬五千元 整天有人說我變態 玩具買回來 為什麼不拆盒玩 因為 不拆盒的 最保值 你不是用來玩 我是用來收藏 我不是用來保值 看起來也有很多東西 我買到了 它也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買到它 看到這裡 我們也要買到它 不可以拿到它 沒有 有很多東西 我買到它 我就買到它 或是 如果有些不要的玩具都可以嘗試來這裡問一下價 每個月都會出一本圖鑑說某一個玩具 這本圖鑑每一次都會賣完 所以要密切留意 由於片場所限 我翌日的行程要分上下集 我現在充近5000訂閱 希望你可以Like and Subscribe 繼續看我的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你留言給我我就更加開心了 多謝你